吳光臨 各位弟兄姐妹好 嗯 因為今天是青年 青年主日 所以希望可以再更活潑一點 各位弟兄姐妹你們好 好 ok 好 差不多了 那很開心今天能夠 再次又在天魔感恩堂 就是感謝主在這邊 能夠為各位分享一點見證 然後我自己的音樂 那我要介紹一下我很好的夥伴 是蘇盛玉 然后盛玉 现在就是我们就常常一起在音乐上面有很多的合作 那他也是非常好的弟兄 然后现在就是今天非常难得可以邀请他来跟我一起配合 那我们先带来第一首 叫做《深深爱你》 可能很多人听过 有没有听过举手一下 OK 太好了 那旁边会有歌词呢 其实大家可以听听看 谢谢 《深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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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我們自己的樂器 所以我都是給人家看到的 都是我側面 所以我非常不習慣就是面對這樣子 不過很感恩就是能夠為現場的年輕人 然後就是為你們能夠有一點點分享 其實我就是非常感謝 然後就是簡單介紹我自己的一點點見證 那長期的演奏音樂下來 其實不曾想過可以站在別人面前這樣演出 那就是這樣分享 其實我相信這是因為神愛我 然後我覺得有這樣子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義務吧 因為就是上帝如何改變我 我需要在這邊分享給各位 那我不是來自一個基督化的家庭 父母對我的期待其實就像一般家庭一樣 就是栽培我和兩個妹妹 就是學音樂 電子琴 然後還有繪畫 我沒有學過鋼琴 電子琴是這一台 所以我小時候一直在玩的就是這個樂器 那但是呢 其實都很好的成績 但是卻在課業上面的狀況呢 其實不如理想 其實是有點慘不忍睹的 那 對 那所以就是父母也覺得 不得不就是停止我的音樂的學習 那只能改用就是補習來彌補在課業上面的不足 那就是這樣子 還是成績沒有好到哪裡去 那高中我就考上了那個復興美工 有沒有聽過這間學校 OK 好 那我會考上復興美工 其實是以前國中是美術班 小學是美術班 然後在現在來說好像是資優班 但其實我功課老師是吊車尾就是 比如說班上30個人 我大概就是28 29 有一次到27名 是因為同學忘記寫名字 所以我就到了27名 對 那高中雖然考取了 中有還不錯的學校復興商工 那對家人也是一個安慰 不過那個時候家裡也面對就是貸款的壓力 防貸壓力 那其實念福興商工其實不便宜 三年的學費大概要100萬左右 對 那就是一些美術材料費用什麼的 那對我來說 高中的日子是非常的充實快樂 因為我在美術上面的提升 學習是相當大的提升 那也常常就代表學校去參賽 然後展覽那些 其實還有滿不錯的成績 那可是快樂的日子就是 大概就這麼三年 那之後高中第三年之後幹嘛 對 要大學 那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是申請入學第一屆試辦 那是大概15年前 那那個時候有一間學校是原治大學 然後他們開放了這個申請入學 那申請入學的條件那個時候就是三項 一個就是口試 然後還有 不用筆試 就口試 然後畫石膏素描像 然後還有作品級 就這三樣的成績總和 然後你能夠 就很簡單 如果你可以到那個標準 就可以上到那個原治大學 資訊傳播學習 我記得 非常 在那個時候非常 就是大家都口頭說 哇 就是非常好的學校 那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就是覺得好像大家往哪裡去 我就跟著往哪裡去 其實還不是那麼知道自己想要幹嘛 那就是感謝神的是我沒有上 因為我看我的成績其實是相當的失落 因為那個時候我的成績是差了0.1分 就上了 就是錄取10名內的資格 所以我就是第11名 但是很抱歉 0.1分還是不能進去 那那個時候其實就覺得 其實那種感覺可以理解嗎 就是感覺被拒絕了 然後非常失敗的感覺 那因為高中畢業其實我一直想要升學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機會去 就是連這樣的一個機會都沒有了 那那個時候還不信主 那家裡父母也對我來說是 就是他們就是無可奈何 好吧 那怎麼辦呢 就後來家裡就收到了一些學校的簡章 其實對我來說那些都沒有辦法能夠讓我有興趣 想要看 因為好像感覺是都是來剪我們這些 考不上學校的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就是很失敗 然後整個很陰沉 那後來看到今天學校的簡章 讓我有點印象 有點興趣 那就是基督書院的音樂系 那其實下面有一些同學 我的同學可以 今天有來嗎 對 關渡基督書院 我記得有我同學 英蘭 是 好 好 大學長好 這個學校其實還蠻好的 我沒有 對 因為那個時候不信主 所以那個時候就看到音樂系 好像我記得我小時候有學過 如果電子琴應該也差不多 差不多吧 那我看看簡章 其實看了也沒有什麼懂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樂理 也不知道音階 也不知道如果在堂學過音樂 好像這些都要必經的過程 可是我其實每個禮拜 我只是在音樂 那種YAMAHA的那種教室 那樣彈彈彈 彈一個小時很快樂的就下課了 老師也不會特別去針對這些 比較正統的那種來去專研 那其實對我來說 在那個時候我很想要升學 可是看到這些 我其實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 怎麼去處理 那其實這些我都沒有學過 對一個電子琴 只有學過電子琴 然後卻沒有接觸過正統鋼琴的訓練 是相當困難的 那父母的鼓勵之下 我就鼓起勇氣 就做了一個改變我一生的決定 好吧 那我就試試看 那儘管當時情況是相當勉強 不過現在回頭來看的話 我從我那個時候做了決定的那一刻起 上帝就介入我的生活 那怎麼說呢 從第一位鋼琴老師 他是基督徒 那就是他就說 你是要考基督書院 那你禮拜天要去一個地方 那他那個時候也不說教會 就說你十點半到什麼地址 OK 因為 好 那你就是去哪裡就對了 那我那個時候還好滿單純的 所以我沒有抗拒 我就說好 就去了 那去了以後 聽到很多很好聽的詩歌 我那時候不知道詩歌 就覺得怎麼都很好聽的音樂 然後都是在唱歌 都講台語 長老教會 然後就進去 看到我老師在那邊 就把我就拉到前面 就叫我一直盯著詩琴 去看他的伴奏 因為他說你這樣子才可以 你知道才可以有更多的進步那樣子 他就是用這種方式 半紅半片的方式 就讓我每個禮拜 穩定的在教會 聚會 然後呢 慢慢的我也參加查經班 然後 然後 他發現就覺得 好像 怎麼有點壓力 然後那個老師又說 你不要看這樣子 牧師都在觀察你 你既然要考基督書院 需要牧師推薦函 所以你要乖一點 然後我說 好 然後就是一直這樣子下去 然後很感謝主的事 那我就 我就考上了 感謝 那個時候感覺 考上感覺很像是中樂透的感覺 真的 對很多人來說 好像覺得只是基督書院 還好那樣 可是對我來說 那個時候感覺是 哇 太棒了 我有學校可以唸耶 可能那個時候 沒有身邊的同學 後來進入到基督書院 我發現到好像不是那麼多人 很認同這個學校 那但是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緊緊抓住這個機會 因為這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我那個時候開始 除了在查經班以外 開始在有一點點更多認識 然後參與簡單的服飾 然後讓我知道說 這位上帝是信實的 那就是因為每天練習七八個小時 然後每週又這樣子上課 其實是蠻不容易 因為我家裡沒有鋼琴 所以我就只好花錢 然後就是到音樂教室租一個小時 我忘記多少錢了 就是一天練到七個小時八個小時 因為我沒有練過音階 所以每天都要重複的這樣子 所以我這樣練習 所以我大概兩個月 我就考上基督書院 那很感謝神是 開始找到我的方向 那在音樂上面學習 其實也有很多的挫敗 那但是我知道 這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我不能放棄 就是要緊緊抓住 也因為這樣子 讓我更熱愛音樂 開始找到我自己的方向 那感謝上帝也把這個熱情 放在我心中不斷燃燒 那即使後來到當兵 非常苦悶的時期 我是當火炮兵 就是一年十個月的 那那個時候其實非常的 非常的 怎麼講 非常不容易 因為我沒有機會碰到樂器 那我除了休假以外 雖然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休假 因為我常常被禁假 對 那現在應該可以申訴到不行 但是那個時候不行 好 那就是只能趁著我出去洽工的時候 離開單位去洽工的時候 就是到成品音樂 大家知道成品音樂館 就是能夠去或是到有CD的地方 只有有音樂的地方 能夠讓我試聽一下他的CD 我就覺得 感謝主我得到釋放了 因為我在 我不想再聽到那些軍歌 那些然後那些很煩躁的 我想要聽到可不可以來點不一樣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一開始學習 開始喜歡上爵士音樂 那爵士音樂就是一個不斷的在變奏 那感謝主也許就是要一年十個月 才讓我又找到另外一個方向 然後之後就很順利的出國 然後出國學習 然後一直到現在工作 那這份的熱情還有執著 其實始終沒有不成變過 從事音樂工作其實不容易 但是我每當發現我能夠對學生 有那麼一點影響 能夠激勵他們去思考他們的未來 不見得是要音樂的工作或者什麼 但是就是我只是希望能夠借我自己 一點點的小小的精力跟見證 能夠激勵他們去思考 盡快的思考現在的方向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大學生 都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即使跟我學習 我常常問他們說 你以後想做什麼 有沒有想過 他說不知道 我就看大家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那你不在意嗎 他說沒有差 就是現在好像的學生 好像都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讓我也有點擔心 然後所以我就有些機會 趁一些機會 我就帶他們來到教會 讓他們能夠知道說 其實有一位主是信實的 是可以帶領他們的 只要你依靠他 他不會讓你缺乏 那詩篇二十一篇一節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缺乏 生命記七章九節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華 你的神 他是神 是信實的神 向愛他 守他誡命的人 守曰 施慈愛 直到千代 我深信 這份熱情是他給的 他必不會讓我缺乏 反倒是更豐盛 Amen 也許因為零點一分 錯是一間好學校 我自己認為是好學校 可是呢 就是因為這個零點一分 而讓我看見 遇見了他 認識了這個信仰 那神為愛他人所預備的是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更年多前述二章九節 那現在我回頭看 其實真的是一切都是恩典 過去我總是覺得 自己的彈奏技巧還是不如一些 很多從小音樂科班上來的 那但是上帝不讓我看到這些 我自以為缺乏的 反而是讓我更多看見 他如何帶領我 恩待我的部分這個上面 因為如此 我不再看到那個技巧不如人 或是零點一分的挫敗 反而更期待 上帝所為我預備在將來的道路 因為我相信 他是信使的神 那記得國中的時候 有一次的作文題目是 我以後想做的事 到現在還記得 然後我寫著 我喜歡彈琴 我希望我的音樂能夠感動人 那我相信也許 上帝就是在那個時候聽見我 心裡面小小的聲音 所以使用了我成為他祝福人的器皿 那我另外想鼓勵天母感恩堂的年輕人 找尋你們的熱情並且全力以赴 我就是這樣被上帝一路帶領 所以我相信美好的事也會同樣發生在你們身上 那我有個朋友 一個小小的見證 他一直夢想能夠開飛機翱翔天空 就去參加機師訓練 那過程非常不容易 那但每一次從FB 看到他的近況更新都相當的激勵我 那他現在已經是一位華航的機師了 那還有一位朋友 原本和我一樣也是一位爵士鋼琴手 那但是因為他身體不好 所以需要修養 然後需要一些復健 所以就開始運動打桌球 沒想到越打越好 技術越來越好 就開始去比賽 現在是桌球教練 那我不知道你們身邊有沒有這樣 類似這樣經驗的朋友呢 我相信是有 那我覺得我認為 不要設限你們自己的夢想 年輕人 你不要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所知道的是 在人不能 在神凡事都能 阿門 那求神把這樣的熱情 點燃在你們心裡面 因為他就是熱情的源頭 謝謝我的分享到此 謝謝 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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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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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家很好奇說爵士音樂不是在美國嗎 為什麼跑到比利時呢 我不能說我喜歡比利時巧克力跟啤酒 到那邊嗎 因為我很喜歡歐洲 所以其實在比利時學習的過程當中 其實發現到音樂是很 不會說是很區域性的 其實很融合 很多老師都從美國學習回來 帶來他們在美國所學的精華傳授給我們 然後也很多歐洲的樂手或老師們 他們也是到美國去進修 其實都是很融合的 然後帶來把他們自己的民族的音樂 或是一些他們自己所有的創作 然後加入更多在爵士音樂混合 接下來帶來這首是《Confirmation》 這是由一個Charlie Parker 是非常重要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學習 一個薩斯風手 還好今天有帶來一個薩斯風手 如果是鋼琴就表現不出來 這首歌的說服力就不太夠 Charlie Parker 不是你 OK Charlie Parker 謝謝你們喜歡 《Confirmation》 鈍、鈍、كل、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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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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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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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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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